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你回来了 嗯 今天上班累不累啊 还行吧 我饭做好了 要不然你洗洗手去吃饭吧先 哎呀 你没看到我刚下班吗 再说 你饭做好了 你看见我回来 你不知道 给我端过来啊 喂 金宝 天龙 在哪呢 我呀 这不刚下班吗 干回大家 过来过来 快点来吃饭 这你嫂子都把饭给我做好了 我就不注意吃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哥几个都在这等着你呢 你要不过来啊 哎 行行 那我马上就去 嗯 你带着嫂子吧 带她干嘛呀 我们都带他们啊 你弟妹啊 你哥几个都带着呢 哎呀 你们带你就带你们带吧 是你嫂子 这也不会打扮 也不会穿叶子 我带她干啥呀 那行行行 你赶快过来啊 我都等着你呢 行 知道了 我马上就到 老公 谁啊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啊 我呀 等会儿不在家吃饭了 出去啊 我最忙 一块吃 老公 你怎么又不在家吃饭啊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在家了 哎呀 我也不想出去啊 这不 公司又聚餐了吗 我不去能行吗 好了 别说了 我呀 等会儿就直接过去了 这饭 你等会儿看看 能吃就吃 不能吃 就扔了吧 公司聚餐 那你把我也带回去呗 我带你干什么啊 看你 天天啊 也不知道咋办咋办 这我挣的钱 也不是说没有 你说 你打吧打吧 能死啊 就你这样 我好意思带你出去吗 你还不够盯我的脸呢 天妈妈 我这不是不上班吗 在家又没什么事 就打扫打扫家务 我收拾那么好看干嘛呀 哎 行了行了 你家也别说了 在家好好收拾家务吧 就走 但是 我们好久没有吃过一顿 完整的饭了 吃不吃饭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 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了 你每次都是 我一刚做好 你朋友叫你出去 你就出去了 你今天 带我去吧 好了 你别说了 不是对你说了吗 我带你去有什么用啊 你呀 去了就是给我丢人 你好在家 把家里挡挡挡挡 衣服洗一洗 但是 那饭不是刚做好吗 那谁吃呀 行了 别说了 我走了 天龙 天龙 这怎么办呀 我怎么这么没有 天龙 你怎么才回来呀 这朋友在一块聚会喝点酒怎么了 你看你 每次回来都喝这么多 而且都一喝喝到半夜 你烦不烦啊 你这 这么晚还在这 坐着干什么呀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怕你出事儿 我就在沙发上等你 没想到等睡着了 你还有脸说 你看看 金宝他媳妇 你看人家小松他媳妇 人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这 带出来吃饭 这就是长面子 你再看看你 整天 你穿的这是什么呀 出去了 还不给我 还不够给我丢人的呢 哎 你让我怎么说你 我这 哪里没收拾了呀 再说了 你公司聚餐 朋友聚会什么的 你一次都没有带过我啊 你说你 你怎么这么烦呀 你啊 要不就老是在家跟我干活 要不 去给我滚 这么大晚上的 你让我去哪儿啊 让你去哪儿 回娘娘呀 你还能去哪儿 回娘娘 我妈肯定该担心了 就大半夜 你说说你 你说说你 你以后怎么说你啊 你天天在家 就是到大火了 你说你打扮哪里多好啊 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天天担心这儿 天是担心那儿了 你啊 赶紧给我走 快点儿 天龙 你走不走 我回去我妈该担心了 你快点儿 给我走 天龙 赶紧给我走 哎 怎么娶这样一个媳妇 怎么娶这样一个媳妇 嗯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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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倒杯水 多多 我怎么这么傻 都把她赶走三天了 哎 这什么呀 这家里这么乱 也没人给我收拾了 说 当时是怎么想 现在把她给赶走了 哎 真是糊涂 不行 给我妈打个电话 让我妈来帮我收拾 喂 妈 儿子 妈 你现在有空吗 干嘛呢 你呀 过来帮我收拾收拾家吧 行 妈呀 等会儿都去 行 妈 那你赶快过来吧 好好好 哎 哎 进来妈 门门锁 妈 你来了 天龙啊 怎么搞那么乱多多了 妈 你呀 就别问了 我把她赶走了 妈 你 先把家帮我收拾收拾 你说你儿子 那么好的媳妇 为什么把她赶走啊 家里给你收的干干净净的 你看你这弄的乱七八糟的 妈 你不知道 多多在家里啊 天天 出来干活还是干活 连打扮都不会 你说 要她干什么 是 带她出去 就是给我丢人 儿子 这你太傻了 在家干活 不跟你打扮不是省钱吗 你怎么不明白呢 打扮得像妖精那样好啊 这多可可靠了这媳妇 妈 妈 你呀 就别说了 这你看 自从多多走后 这也没人帮我收拾东西了 我感觉 我感觉 挺活鬼的 这你知道了吧 媳妇 会干活那不好吗 不打扮 你说 那多好啊 赶紧把她给我接出来呀 妈 你看 我刚把她给赶走 再去接她 这不丢人吗 我跟你说哈 以后啊 家里弄里乱七八糟的 别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给你收拾 不是 那么好的形容 一把她赶走 去啊 行 知道了妈 我来这就去 都能好好跟她说啊 行 你说这孩子 怎么想的 妈 来妈 多多 你回来了 妈 你怎么在家呢 她打电话让我来呢 我来到这里 抓到她训练一顿 你说她那么好的时候不知足 我呀来了训练她一顿 就让她把你接过来了 多多啊别跟她一样她脾气不好 妈 没事 我平常不打扮什么的 我就是怕 乱花钱 天龙会说我 但是她还嫌弃我 听到没有 天龙 你看多多多 多懂事啊 为了给你省钱 你还不知足 这样的媳妇上哪找去啊 妈 多多 这次是我错了 我呀 不该说多多 不会打扮 这多多才走三天 我发现 没有她 这家里的家务 我都不会 这一次 把多多接过来 我呀 就是想 对多多说 对不起 多多 你就原谅我吧 我呀 不该说你 没关系天龙 其实也不怪你 平常啊 也不会化妆 但是 我就是想为了给你省钱 没想到 你还误会我了 但是现在我们误会已经解开了 既然没什么了 那我们以后就在一起好好生活 那我们以后就在一起好好生活 行了 别说了多多 我还是女人 你说 哪个女人不爱打扮啊 是吧 都是为了 游戏 游戏 为了 省钱 你说这媳妇多可靠啊 以后啊 别不知足了 要好好带多多 知道没有 放心 爸妈 这一次我真的知道错了 放心 多多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好 走啊 走啊 电话 喂 建宝 天龙 在哪儿啊 出来吃饭 我在家呢 今天啊 我呀就不出去吃了 在我啦 哎 这不前两天啊 给你嫂子生气了 这刚把你嫂子接过来 哎呀 你说说你啊 以后啊 对嫂子好一点 人家 咱们的媳妇 做女人呢 也不容易 放心吧 我肯定会对嫂子好的 今天啊 我就不去吃饭了 今天我在家 陪着你嫂子 和你阿姨 我们三个好好吃一顿团圆饭 我这 都一个多月 能跟你嫂子在一起吃饭了 这过两天 我做东 我带着嫂子 请你喝 小松一起吃饭 行行行 天龙 那我就不强过你了 行 那就赚钱说吧 行 谁呀天龙 尊宝 说找我喝酒呢 我呀不去了 就在家里陪你们两个吃饭 可过两天啊 我做东 带着你 请她们吃饭 行 好了好了 你们呀 也该饿了 妈就给你做饭 妈 我帮你吧 不用了 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行吗 其实 给你省钱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等我们孩子 出生了以后 花费会更大 开销会更多 开销会更多 所以我就想着 现在能省一点是一点 多多 是我不如你 还是你想得住的 你放心 以后 我肯定会好好对你的 我肯定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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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会是否想得到 我肯定会更多